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真相》 他的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 26岁的时候成为了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1993年到1997年斯蒂格利茨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后来升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1997年到1999年 他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凭借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上的研究 58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 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之后的近20年以来 斯蒂格利茨教授不仅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 他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经济论坛上 他也曾为多国政府决策层出谋献策 中国是他常来的地方 他之前写的好几本书包括全球化逆朝和不平等的代价等 都被翻译成了中文颇受好评 《美国真相》这本书 2019年在美国出版之后 也是第一时间就被引进到了中国 2020年6月 他的中文版《易经面世》就迅速登上了 当当经济类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在本书中 斯蒂格利茨反思了美国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 同时给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之所以谈到政治问题 是因为他认为 一个经济体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他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正是由执政者来制定的 作者的理想是要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 本书的框架就是先分析当下的问题 然后指出美国未来该如何走 接下来我会从三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美国民主选举的真相 第二部分是美国三权分立的真相 第三部分是美国梦的破碎真相 首先让我们来讲第一部分 美国民主选举的真相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美国重要的选举制度 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无疑是美国民主选举的重头戏 而两年一次的国会议员改选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就像是两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 比如2020年既有全国性的总统大选 也有各州的国会议员改选 而在2018年只有国会议员改选的时候 这个选举通常被称为中期选举 每个州有两名参议院的名额 50个州就一共是100名参议员 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 每两年会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的议员席位 至于各州在众议院的席位是按照人口来计算的 就算是人口最少的州也会有一个众议员名额 众议员的任期是两年 不过对众议员连任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 作者认为美国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现在已经演化为了一美元一票 以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来说 花费一届比一届高 2012年和2016年的大选都成了历史上最烧钱的选举 而刚刚结束的2020年大选烧钱程度再次刷新记录 总的竞选花费超过140亿美元 是2016年的两倍多 斯蒂格利茨认为 美国选举愈演愈烈的烧钱架势 都是源自于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 2010年是美国选举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2010年之前 个人和公司捐款给政治委员会的额度是有上限的 所谓政治委员会 是富人、公司或者各类社会群体 为选举建立的筹款组织 这类组织筹集的款项不能直接捐给候选人 但是它可以通过投钱做舆论宣传 帮助候选人争取支持 比如它可以在各个媒体上投放广告 宣传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也可以去抹黑其他候选人 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组织 叫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它可以看作是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升级版 也就在这一年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判决 允许企业、非盈利组织和工会 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制捐款 后来个人对这类委员会的捐款上限也取消了 作者认为 这个判决对美国的民主选举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富人和大公司可以通过超级委员会 投入巨额资金助选 谁的钱多 谁的宣传公事就越大 而大阵仗的广告宣传 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也在加大 如果钱不够 候选人曝光度不足 在拉选票上的鼓动力就会差一大截 其实一美元一票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候选人为了争夺选民手中的选票 付出的金钱往往是远远超过一美元一票 特别是在一些摇摆州 为了说服那些在人口比例中占比很少的中间选民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会砸重金做广告 那么如何才能稀释金钱对选举的影响呢 首先斯蒂格利茨希望推翻最高法院2010年的判决 重新对政治捐款施加严格限制 其次他认为应该设法提高选民的投票率 从最近这几次总统大选来看 选民的投票率都在50%左右 2016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率不到56% 而相比之下 同期比利时的选民投票率为87% 瑞典的大选中选民的投票率为83% 选民投票率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 只要争取到很少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候选人就能赢得选举 这无形中为金钱左右选举提供了方便 比如2016年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在投票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0%多 如果把投票率考虑进去的话 他实际上只赢得了20%选民的支持 为了提高美国大选的投票率 作者建议将选举的投票日改到星期天 目前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日 是在11月的一个星期二 对于上班和上学族来说很不方便 另外作者还建议 像澳大利亚那样给投票的人发奖金 对不投票的人罚款 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强制投票的国家 该国的投票率一般可维持在90%以上 作者很推崇这样的做法 因为只有投票的人多起来 选出来的总统 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选举不容易被金钱操纵 好了 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 金钱的腐蚀并不止表现在选举上 它已经渗透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来看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的真相 作者认为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 已经演变为两党的党争 而且权钱交易也充斥其中 早在建国之初 美国就设立了总统 国会和最高法院三权分立的体制 三权分立当初的设想是为了互相监督 但是两党制出现之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争 不仅让这种互相监督的力度大打折扣 还让三权分立成了党争的武器 例如总统是共和党的 那么如果在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是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话 那这个总统的日子不要太好过 想通过什么法案都是很轻松的 监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在最高法院中 如果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占多数的话 这位总统应该说是如虎添翼了 而如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 有一家是民主党议员占多数的 那么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就被称为是瘸腿总统了 他要是想推行什么法案就相当困难了 因为有些法案需要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表决通过 才有法律效力 而他的法案通常会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或是众议院受阻 就拿特朗普来说 他刚上台的时候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的 那他这个共和党总统当得就比较爽了 他的减税法案就是在那个时候颁布的 而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民主党夺回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特朗普的苦日子也就来了 此时众议院不是监督他的问题 而是要处处与他作对 甚至要弹劾他 国会已经沦为了党争的工具 而最高法院也卷入了政党的斗争当中 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一般来说分成两派 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是保守派 他们在堕胎枪支管控和同性恋平权等议题上 立场保守契合共和党的政治观念 而民主党的总统任命的法官是自由派 他们在这些重大议题上的立场 经常是与保守派法官针锋相对的 比如保守派的法官倾向于反对枪支管控 而自由派的法官则会支持枪支管控 目前因为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人数较多 所以作者认为最高法院已经被共和党把持 2000年总统大选时 小布什与戈尔对计票结果有争议 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判决小布什当总统 而小布什也是一位共和党的总统 斯蒂格利茨认为判决不公 他建议民主党在下一届执政的时候提出修正案 对最高法官的任期进行限制 把任期从终身改为20年 在这个修正案生效之前 将增加法官的人数作为临时措施 除了三权分立的机构变成党政之地 政府和国会也成为权钱交易的聚集地 华盛顿有一条街叫K街 它被称为游说一条街 这条街上集中了大量的智库 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 他们都在这条街上驻扎 他们的游说对象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游说当然不是光凭嘴说 还要啃下血本 比如石油企业花重金打通与政府要员的关系 低价获取大片政府土地的使用权 而实际上 他们早已经探明 在这些土地下 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其他矿产 他们付出的土地使用费 与其获得的巨大资源是完全不相称的 还有就是对医疗保险药物的采购上 由于制药企业的税客在国会的周旋 使得美国政府每年都要向制药企业额外支付数百亿美元 不管是石油企业还是制药企业 他们都是议员和总统背后的金主 之前我们提到过 在历次的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中 没有金主在背后撑腰 候选人根本没有机会当选的 拿了人家的钱 自然就要给人办事 那么这些候选人在当选后 就是回报金主的时候了 另外 政府官员还可以通过旋转门 搞权钱交易 所谓旋转门 指的是政客在离任后 在私营机构获得更好的工作 这样的权钱交易 相对来说更加隐蔽 一些政客在离任之后 很快就到华尔街去工作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他们在任上时 就一直在为华尔街卖命了 旋转门无处不在 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军方 有些将军和高级军官 从军方离职后 可以无缝对接到军火承包商那里去就职 政府出台过很多措施来限制旋转门 但收效不理想 因为很多政客都在打擦边球 虽然政府规定 一些高官在退休之后 有一年甚至更长的冷冻期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些政客的旋转门 往往并不是直接在某个企业就职 而是以所谓给企业的同事 提供建议的方式来间接收钱 对于如何才能关闭旋转门 作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 但他认为要从根上解决问题 需要制度规范改变风气 因为在当今的美国官场上 已经形成了每个人都这么做 你不做就是傻子的风气 不管谁进到这样一个大染缸中 都很难独善其身 只要这种风气还在 如果不搞权钱交易 弄不好还会受到众人的排挤 好 第二部分就讲到这里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 已经变位了 制衡演变为党争 而且政府和国会 也受到了金钱的腐蚀 成了只为顶层阶级服务的工具 而对于美国的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 想要实现美国梦 已经是黄粱一梦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来看一下美国梦的破碎真相 所谓美国梦 是指即使没有什么背景 只要通过个人的奋斗 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过上幸福的生活 历史上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它通过宣传美国梦 吸引欧洲人移民美国 在一战和二战之后 美国国力日渐强大 当时国民的美国梦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70%左右 但是近几十年来 美国的中产阶级处在不断萎缩之中 美国梦成了少数人的好梦 一家独立的民调机构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表明 从1974年到2014年的40年间 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而占美国人口1%的顶层阶级的平均收入 飙升了两三倍 占总人数1%的精英阶层 与其他阶层之间出现一条巨大的鸿沟 比如截止到2018年1月的数据显示 亚马逊的董事长杰夫·贝佐斯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和伯克希尔·哈萨的CEO沃伦·巴菲特 这三个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 比美国整个下层阶级的财产总和还要多 我们听过不少美国大富豪捐款做慈善的故事 但并不是每个富豪都会去裸捐 很多富人还是把大笔的财富留给了子孙 尽管有着高额的遗产税 上一代的财富还是可以直接转化为下一代的财富 于是家族的优势代代相传 作者举了两个家族的例子 一个是沃尔顿家族 这个家族的财富在2018年接近1750亿美元 他经营的沃尔玛商场是1962年在美国创立的 目前在全球27个国家 已经开设了超过1万家各种形式的卖场 而另外一个家族就是科赫家族 它是美国的工业巨头 这家公司一直都没有上市 但估计这个家族的财富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 在美国总统选举时 这个家族一直都是共和党的大金主 像沃尔顿和科赫家族这样的巨额财富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而美国也就逐渐成为了世袭制富豪主导的国家 在美国有近五分之一的儿童是在贫困中长大的 斯蒂格利茨教授经常会对他的学生们讲的一句话就是 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选择了正确的父母 这基本上就是龙生龙凤生凤的意思 当然有少数人会成功的从底层挤入精英阶层 但那是小概率事件 美国社会各阶层在逐渐的固化 穷人想要往上爬是越来越难了 对美国人来说 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在优质的社区长大 已经日益成为人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哈佛大学的一个名为 机会洞见的研究项目表明 在1940年出生的孩子 90%比他们的父母赚得多 但是随着美国梦的衰落 这个概率在逐渐下降 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 现在只有50%的孩子 会比他们的父母挣钱多 机会的平等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学校里 一个上层社会的孩子 就算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 也很可能比那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优等生 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斯蒂格里茨一直在反思 美国怎么会走到了今天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那几年 美国的各个阶层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社会底层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更是超过了上层社会 那段大多数人可以实现美国梦 过上中产阶级日子的生活 至今让作者很是怀念 作者认为让美国很多底层民众 无法实现美国梦 甚至连工作都丢掉的原因 在于去工业化 说到去工业化 就要讲一讲斯蒂格里茨的故乡加里 这个城市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典型代表 它是美国铁锈带的一部分 所谓铁锈带指的是美国五大湖地区的传统重工业区 这里有19世纪后期孕育出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克里夫兰 和孕育出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匹兹堡 但是在去工业化的进程中 这些地区大批工人失业 厂房被闲置 机器也都生了锈 铁锈带也就由此而得名 美国去工业化的背景是制造和生产的全球化 跨国企业倾向于把工厂转移到国外 因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 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整体上来说 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是胜利的果实没有分给每个人 那些低技能的工人 不仅没有从全球化的浪潮中分到胜利的果实 还尝到了失业的苦果 同时高科技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取代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岗位 从1965年到1994年的近30年间 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数量 占总就业者的比例 从最高峰的28%下降到了16% 另外作者认为 共和党政府的政策 对美国梦的破碎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共和党的经济政策 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理论 他们主张通过减税 刺激经济增长 把蛋糕做大 他们宣扬只要蛋糕做大了 财富就能通过捐低效应 从富人流到普通民众那里 所谓捐低效应 捐是捐流的捐 低是水滴的滴 它指的是富人的财富增长之后 他们会增加消费和投资 让穷人的收入也得到提高 但是捐低效应并没有实现 富人的确是更富了 他们的财富却没有低到穷人碗里 穷人的日子依然如故 甚至更糟 事实证明 减税只有短期刺激效应 长期来看会导致财政赤字 持续扩大 经济增长趋缓 实际上 这让穷人与他们的美国梦 渐行渐远了 作者认为 要找回美国梦 必须在经济政策上改弦一折 走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政府的功能 主张政府要通过扩大社会总需求 来保证就业 因为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的大小 只有确保了社会需求 就业才有保障 作者为美国经济问题开出的要方是 通过给富人加税 获取大笔资金 用来提高对国民的各项福利 让国民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比如由政府来组织大兴基建项目 缓解失业问题 对于特朗普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措施 作者是不赞同的 因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 不去利用它 反而去破坏它 是不明智的行为 如果特朗普执意要这么做的话 损害的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那些失业的工人怎么办呢 作者的改革思路就是让政府出面 开展一些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工程 例如高铁项目 这样就可以吸纳大批的劳动力 再比如 作者提出要给年轻人提供优惠的助学贷款 在美国人当中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约有三分之一 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 都会申请商业性贷款 背负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债务 2018年 这些债务的总额已经超出了1.5万亿 有的人或许需要几十年来还清贷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用了21年到43岁才还完自己当年借的贷款 作者建议政府应该把这些商业性的贷款转化为公共性质的贷款 给年轻人优惠的贷款利率 最后作者还提出要加强对大企业和大银行的监管 他认为美国当前大企业的市场势力不断增强 一定要出台有力措施严格监管企业合并行为 避免不公平竞争的出现 之前在美国往往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唯一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 而作者认为只有在个人与集体取得平衡的条件下 才能让社会良好的运转 目前美国社会过分强调了个人主义的价值 而在一个人们互相依赖的社会中 监督和管理必须存在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可以说它就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疏于监管造成的恶果之一 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 目的就是来监管金融机构 不过这个法案实际没起到太大的监管效果 因为各大银行在国会和白宫的反复游说 让这个法案监管的效力大大折扣 而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对它做了很大修改 用作者的话来说 在2018年以后 美国当局对绝大多数银行的监管态度 又回到了金融危机前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 第三部分就讲到这里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有一个副标题 是在不满的年代中的进步资本主义 而在作者看来 他给出的药方也是进步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其中的关键就是以政府为核心 但是在美国社会 让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 会引发很多人的抵触情绪 在美国推行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 阻碍非常大 在本书中 斯蒂格利茨教授并没有明确讲 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他对共和党政府的猛烈抨击 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2020年的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幕 选举结果应该是作者愿意看到的 那是不是拜登上台 大多数美国底层民众破碎的美国梦 就能得到修补 国会的权钱交易就会销声匿迹了呢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 与作者是老朋友 还与作者一起做过直播来宣讲这本书 在林毅夫看来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那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给出的药方都很到位 但真正付诸实施却很难 因为不管是哪个党的政客上台 最终还是会为权贵阶层服务 很难去解决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好 美国真相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